下面是是否一定要到鲁江学习才可以具备姻缘做你的学生 如果你真的居住这个条件 到鲁江去教一年修复 你有实际上教学的经验 因为我们学习 五十个人学习的时候都要常常要到外面去教学 所以你必须要有教学的经验 那么这个里面读江教学的时候是有很讲究的 这个考试的时候最后一关是面试 面试要看你的相貌 看你的身高 为什么你站出去的时候能够受人尊敬 如果相貌不好 个子很矮的话 学生不尊重你 这个也都有道理 那么如果说不能做老师的时候 我们就做护法 因为一个学校的时候 一个是教育员 一个是支援 两个都重要 有教员没有支援的话不能成就 有支援没有教员也不能成就 所以教职员要配合 才能把这个教学发扬广大 我们现在外面的这个面是很大了 走向全世界 所以真正学得好 学得好的时候 我们可以推荐 这个世界上许多知名的大学都有汉学系 汉学系里面都有佛学这个口味 所以我们想培养的时候 乳是道都要学 都缺乏 都缺乏人才 所以我们教学方法公开了 那就是说你依照这个方法都能成就 四个根要砸 这四个根是能力道德 没有能力道德的根学不成功 那学的是假的不是真的 那就变成学术 不是真真修道的 就像我这次在剑桥大学所讲的 佛学 如学 道学 跟学佛 学如 学道是两种世界 因为他们都在搞佛学 搞中国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嘛 拿这个来写论文嘛 我说你们可以拿到佛斯学位 后头我说了一句话 拿到佛斯学位之后 你一生还是生活在痛苦的世界 他们听了一样一样 如果你真的学佛 学如 学道 那你生活在快 幸福快乐的世界 不一样 不相同 真学 真学里头有乐趣啊 学而实习之不亦乐乎啊 你不是真学 你搞这个学书啊 那学而实习之不亦苦乎不乐啊 很苦啊 这个一定要懂的啊 所以我们希望真学佛啊 学到 学书啊 嗯 嗯